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部微麻 说自己没有通行者 登机前也未服用过任何药品 但自己一周前有短暂的发烧史 乘务组为其测温是36度4 并调整了他的座位 将他安排到了客舱右后部留官隔离区就座 并按要求实施隔离处置程序 要求他全程佩戴口罩 指定了右后门的一个卫生间为其单独使用 后续乘务组为这位旅客测温了是四次 均在37度以下 航班落地前两小时 也就北京时间3月13日凌晨4点钟左右 40币的旅客找到乘务员 陈述自己在美国任职公司有人感染 自己在美国已经发烧 并在登机前吃了退烧药 同时呢 他说是丈夫和孩子是和他同机旅行 座位号呢是54K和54L 乘务组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机长 同时将其丈夫和孩子一同安排在了隔离区 经乘务组再次测温 一家人体温均正常 同时机组也把这个情况呢 报告给了国航的运控中心 运控中心接到报告 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启动了联防联控机制 并在飞机落地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航程中乘务组按要求对全体旅客实施了两次机上测温 没有发现体温超标的旅客 C988航班呢是于13日早上6点15分落地北京首都机场 海关检疫人员将40B旅客一家三人代理排查 在空中的防控的情况就这样